嗨大家好我是实用CUP主陈一丁 今天我们就来聊赵丽颖的变化 其实说这种气质的蜕变啊转型啊什么的 在女明星里面就真的非常常见 但是我发现大家对赵丽颖的变化都很感兴趣 就早期的时候我们一说到她 就可能就会想到傻白甜专业户 但最近复出就是感觉她整个人身上 还有了一种淡淡的清冷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种可爱稚嫩了 那我把她的进化史分成了三个阶段 从可爱到精致再到清冷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她是怎样一步步实现这三个变化的 第一个阶段是早期很甜美的邻家女孩 可爱有余精致不足 我们先说五官吧 就一开始她的这种外形气质 其实非常能够赢得妈妈辈的好感 然后看起来就又可爱又喜气 因为她就长了一张很讨喜的娃娃脸 而且早期的时候 她的造型本身也是全力去往可爱风的方向去打扮的 然后那个时候肉肉圆圆的脸型啊 下颌转角比较低 还有一点婴儿肥 可爱之余还有一点点憨厚 然后她的五官方面就是嘴巴也是比较小巧 鼻头就从正面看也是比较圆润的 眼型也是最显右胎的短圆眼 所以整个脸蛋就一点攻击心都没有 然后早期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发现 就照理她的鼻梁立体度其实是很好的 但当时因为她的那个脸颊肉肉太饱满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凸显出来 满脸的校圆蛋白就像一个可爱的团子 就想去捏她一下 因为如果你的苹果肌和鼻子的高度落差比较小 那么你的立体度就会打折扣 如果你是相反的情况 比如说眼下三角区特别平整俐落 那即便你的鼻梁不算高 也会显得鼻子很高挺 比如李庆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试试给她填充一个苹果肌 那就会发现立体度就会被削弱很多了 再说妆发 看照理影最早期的照片 你会发现她的眉眼其实是比较上挑的 搭配娃娃脸就有点显得不那么和谐 容易显土气 然后后面她就开始用眼线来修饰掉这个特点 画整条的粗眼线 这样就可以让眼睛显得更高更圆 然后同时有点下拉眼尾 就让眼睛看起来吓吹无辜 然后修饰她原来那个挑的弧度 然后同时眉毛呢 又换成了比较可爱的一字眉 整体依然是非常无辜可爱 弱攻击性的这种妆容方向 那早期她的发型也是很甜美的一种 公主头啊 然后丸子头高马尾 就总之给你的感觉就是很甜很暖 然后再就是她经常被提起的那个发际线 她以前的这个发际线确实是比较不自然 然后搭配那个毛毛虫的眉毛 确实就是整体看起来比较生硬 但是就作为艺人的话 就不得不承认她那个路线就非常凸显 她本身很可爱的形象 就也算是一种很有辨识度的形象了 那第三个我们来说穿搭 就早期可能不喜欢她的人 就一说起她的穿搭 就会给出一个评价图 像那个时候经常穿的这种厚底鞋 也是比较没有时尚感的 然后出席场合的时候呢 有时候又会选择太过于成熟了 跟她本人的风格也是不匹配的 那总之在早期的时候 她最大的标签就是可爱甜美 然后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呢 就会很喜欢她 但是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种风格 可能有点甜腻小家子气 那第二个阶段 中期造型越来越精致 有了时尚意识 但缺少时尚感 好像是从老九们开始 就大家发现她不再那么接地气了 还可以驾驭这种傲娇 附加大小姐这样的角色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老九们 大家觉得她可爱转型精致 具体是哪个剧可以打在弹幕上 还有再后来的楚桥传 可能更多人就发现 她气质上有了很多突破了 然后那几年呢 她也接了迪奥啊 浪金这样的奢侈品牌代言 然后形象就是变得更加精致清熟了 第一点 长相上最明显的变化是她变瘦了 其实照例的五官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 但那段时间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整个脸部脂肪都削减了 皮肉变薄了 骨骼感更清晰了 就看起来清爽利落了很多 然后脸瘦了之后呢 跟着她鼻子眼窝的立体度也明显了 配合氛围啊表情 就可以表现出一点点的冷感的气质 再是造型上也开始向成熟精致感进一间 对眼妆改用这种细细的眼线 眼尾轻轻上翘 妆感就会更清淡也更有质感 眼型以前呢是强调很大很圆 后来就是改为拉长宽度 这样呢就会显得更有精致女性感 眉毛也不再是那种死板的一字眉呢 就有了眉峰和弧度 整体也更细了 然后发型也换成了偏优雅的长直发 甚至还尝试了比较利落的短发 所以她这个时候整个人的气质 已经没有那么甜了 而且她还用比较多的用那个偏分的发型 就挡住了她的发际线 发际线的线条也没有这么圆了 这个时期的穿搭虽然还是偏向甜美淑女的 但整体已经清爽简洁了很多 就没有那么多的堆砌了 看起来就挺大方得体的 这个时期的赵丽颖呢 光润外在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了 但是在驾驭时尚感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空间的 又特别是她在里面迪奥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都吐槽说 她把迪奥穿成了淘宝风 其实像赵丽颖这种甜美戏 然后可爱言的这种女生 就是你本来在时尚感方面 就是比较失窥的不占优势的 因为她们气质中缺乏那种 high fashion需要的那种贵气和傲气 就很多人拿她和同样代言 迪奥的Angela Baby对比 就看图片就能看出 Baby那种游刃有余啊 势在必得的气场 但是赵丽颖给人的感觉呢 就会相对来说 有一点温吞不自信的感觉 这个图的对比就挺明显的 她的眼神会有一点闷懂呆滞 其实像赵丽颖因为她是艺人 所以会有追求 high fashion时髦感的这个需求 那如果你也是这种甜美戏 长相的女生 你能完成从第一阶段的可爱 到第二阶段的精致 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然后我们接下来讲的 第三个的进阶 就比较难照搬 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 外形和气质 都有一种淡淡的清冷感 那我们还是先说长相 她的这种清冷感来源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骨骼的原因 现在她比精致时期还要瘦 就是她精致时期的时候 变化主要是下颌线 但是脸颊 苹果肌还是比较饱满的 但她现在的状态 已经接近轻瘦了 就看起来有点皮贴腹的样子 应该跟她健身啊 降低体质率会有一定关系 那你可能会想到很多甜美系的女性 如果瘦很多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下垂凹陷显老 那为什么她瘦了之后 一点都没有显老 反而瘦出了这种清冷感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 她的脸部骨骼是非常有优势的 她的眼下鼻涕鼻都很饱满 然后颧骨呢不大 颧骨也没有外扩 所以整个脸上是有一定的支撑度的 即使脸上没肉 也不会看起来干瘪苦相 之前我们还写过一篇显老娃娃脸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那篇有挺详细的案例的 然后有些人就是看着苹果肌很饱满 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她的颧骨很大 然后位置很低 看起来就好像苹果肌很饱满一样 有这种特征的话 就是你骨骼一长开 或者皮肉很厚的话 就会容易显得苹果肌的位置很低 有点显老气 比如日本女演员河北麻油 她年纪大了之后 这个颧骨就有点脱泪甜美感了 但是像赵琳这样 有这种恰到好处的颧骨 那她有肉的时候呢 苹果肌的位置比较高 有可爱也没有老气 瘦了之后又有骨骼撑着一些 就相对没那么容易出现松滑的 这种肋沟法令纹这类问题 那本身如果面中骨骼比较低频的脸 如果为了挽留这个饱满感 去不断地填充 反正就掉入一个恶性血环里面了 那第二个穿衣裳 张琳她近期出席活动的衣服 就每一件都还挺惊艳的 都是这种大色块又利落剪裁的 就质感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有几件还有这种大V领的设计 就显得更加成熟女人味了 之前看她的身图上热搜 也能看出来私服也有了一点的变化 就会穿这种简洁有质感的衣服 时尚度也进步了不少 第三个就是她本身气质上的沉淀和变化 这点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是她的粉丝的话 就应该一眼能看出来 就照例她现在眼神里面表现出来的气质 和她最早期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看她拍照就很少有对着镜头 很甜甜的笑的那种 大部分都是淡淡的表情 透露出一种稳重 然后身体姿态也比较端庄含蓄 不再做那些卖门的小动作了 有的印照还有一些冷感老练 就看起来会更有掌控力和自信感 那总的来说 赵丽颖的定位她看似很凌家 但实际上她的脸蛋骨骼和五官基础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也是她称得起三种面部风格的关键 她的气质境界从可爱到精致 可以通过状容调整 那这一点大家就是可以参考还蛮多的 但是她从精致再到清冷有力量 这个和她内在的气质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然后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她团队的新的包装方向 但我个人会更倾向于觉得这是她人生阅历带来的沉淀 这个时候你结婚生孩子或者年龄增长了 不一定只会给你焦虑 就把你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很丰富的内在外化成审美 那也可以让自己的风格变得更有层次感 那平时我主要是发干货技巧类的视频 偶尔也会来聊聊明星话题 那大家还想看哪个明星的分析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最高的我一定会安排的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